策略的部分呢 我把指標跟通道型放在同一類 那它的這種類型 通常你看到的都是那種 就是黃金交叉死亡交叉 或是那種背離啊 然後出現這種EA 然後進場出場這樣 就是大致上不會落差到太大 頂多再加一些其他的 但它的主結構就是用指標的 然後再來就是直層壓力 它就是會用一些畫出通道 或者是右線這樣尋常這種東西 或是結構線的東西 大家可能碰到上緣 就是結構線上壓力線 然後我就做什麼單 然後遇到了支撐線就下什麼單這樣子 這是很常見的幾種模式 也是最簡單的 再來就是 這一種策略的優缺點是什麼 優點就是它通常單量不會很多 如果以不加碼為前提 就是我沒有要加其他的單 第幾張幾張這樣子的話 通常它單量少 因為它要賺的是波段嘛 再來就是它浮費也不會太大 除非你的本來就是設定我的支出 你要設個什麼5000點這一種 我不管 但是正常來說 你也不會去這樣子設定的 因為如果是指標型的策略 我們在做設定的時候 最少會是2比1 我們要賺的波段會比較長 然後我的支撐會設的比較短 所以浮費通常也不會太高 再來就是小資金也可以使用 因為你的單量不多嘛 然後浮費也不會太大 缺點就是你可能一整年下來 如果你沒有搭配其他的 我就單純使用一些 而背離啊 或是腳踩而進場的話 通常都不會賺特別多的錢 然後也不會說讓你虧很多錢 因為其實沒有怎樣浮費也不會太重 但是會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如果一直損單 一直損單 一直損單的話 你會覺得很掩飾 因為通常盤整的時間 大家可以注意看 會是比波段時間還要長的 所以會有出現那種 不賺不賠少賺少賠的那種感覺 所以建議在使用這一種 指標型 或是通道型的EA的時候 一定要搭配其他的東西進去 而不是我單一的 我就是看一個黃金腳砂 跟死亡腳砂 這樣就是真的很容易就死掉了 這個策略 那些你很快就不要用了 怎麼看說他是不是真的不賺不賠 少賺少賠 你其實就是用 MT4裡面那一件的那個 Move in Average 你可以試試看 就知道他跑下來其實也不會賺太多錢 但你也不會讓你虧到你的本金 少了多少 那麼快去試試看 那使用時機呢 就當然是趨勢嘛 因為指標本來就是要看 例如像MA 或是看一些什麼 除非你的時區條比較短 但是我前面就有講到 只要時區條比較短 它準確率就會降低 你的進場的單量就會提高 下的太頻繁 又不太會賺錢 所以比較建議把這種指標類型的 或通道類型的 放在比較長時區 因為你通道畫出來 你在短時區也很容易被突破 所以W5就是用長時區的 會比較好 然後再來就是呢 他的貨幣沒有限制 因為任何的貨幣都可以加入指標 都可以畫出通道 然後注意事項是什麼 就是記得手術不要太高 除非你很有把握 就是你寫出來的 這一個指標的類型 你覺得很準 你再把手術再提高 不然的話 你就是正常就好了 還有就是最重要 我一直講很多次了 就是指標就是事後指標 但指標準確度 通常也就是會比較低